对一个邪恶的世代说出神的审判 因为在末世的时候会有一个极大的收割 那你要知道全球都即将陷入一个大灾难 在同时我们会看到人类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大收割 耶稣告诉我们说最大的收割乃是在末世 我们必须要重新得章 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我们要告诉基督说 你的国度即将结束 这个基督是远远比基督更为有难力 要使死亡母皇 要设立他的国度在地上 这是更大的难力 现在发生一个极好的对齐 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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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对齐是关乎教会和以色列 也关乎使徒和先知 也同时关乎预备好教会迎接基督耶稣的再来 代表从以色列来的基督的肢体 我们带着这样一个心智 同时 我们为了基督生的缘故也要有一个使徒性和先知性的对齐 我们要来预备教会 与以色列一同站立 就是在末世许多事件发生的时间 那个就带进了耶稣基督的再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 这个礼拜 不只是单单教导关乎这样的事 乃是要真实地步向那个时机 但今天晚上我们要开始来讲述什么是愉悦节的意义 特别是关乎末世 你知道对于末世来说 那个愉悦节有一个另外的意义吗 你可以看着愉悦节 从三个步骤来看 三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层面 就是我们的百姓 在三千年前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 第二个层面 就是在这个愉悦节的前夕 耶稣拿起饼来 他说这是我所立的宫约 因为他即将受死上十字架 那你们多少人知道这两个层面的故事呢 请你来举手 同时有第三个层面 就是关乎这个月节 成为一个先知性的一个模式 就是关乎在末世即将要发生的 那就是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所分享的 Exodus chapter 12 verse 12 says And it says 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 把埃及地一切投身的 无论是人是身处都击杀了 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 我是耶尔华 这些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 我一见这些就越过你们去 我击杀埃及地投身的时候 灾阳必不临到你们身上 灭你们 你要注意到 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那里讲到说 他要败坏一切埃及的神 这不单单是要领百姓出埃及 而且要责罚那些坏人 同时也是一个属灵征战 就是对抗埃及的一切家神 在那个时代的埃及人 他们敬拜鬼魔 那些都是敬拜埃及的鬼魔 那神就要来审判 埃及一切的家神 他把一切那个仇敌鬼魔 摔坏 这就是埃及故事的一部分 当主燕华的灵灵道 我相信就是耶稣 他使百姓得自由 神也施行审判 那那个审判 与末世即将要发生的是非常地相似 当时的埃及是一个强国 已经兴盛了几百年 但是当时时代那个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在他们其中的几个世代 是有一些好的 就好像在约瑟时期的法老 但是有一些世代的法老 非常地邪恶 在摩西的世代 那整个世界历史上来说 那个世代的法老是最邪恶的 那那时候的政权是多么的败坏呢 他们有权 他们可以掌控全世界 邪恶到了一个地步 那他们就发布了一个命令 就是要杀掉一切犹太人的 守身的儿子 在那个世代没有基督徒 只有犹太人 但如果这件事再次发生 就会是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守身 你可以想象 能够发出这样一个命令的政权 是多么的邪恶吗 就是把所有的士兵派出去 杀掉所有信徒的守身儿子 这是否可能发生呢 这个政权是何等的邪恶 以至于这个政权的手里 他的头上的装饰就是一条蛇 那你可以想象是多么的邪恶 也许有些人不喜欢美国的总统 欧巴马或者是Donald Trump 也许其中一个你不喜欢 但他们两个人头上 都没有戴着一条蛇 你可以想象到 头戴蛇的这个政权 是多么的可惜了吗 这是一个异端的首领 他来敬拜蛇 这样的人成为了全世界的一个首领 事实上他遭到一个地步 不单单他是政权的首领 而且他内阁里面所有的成员 可以把杖变成蛇 在他们那里面充满了异端的邪恕 充满了邪恕 在这些政权的首领之上 所以神说我必须要败掉这个国家 那圣经告诉我们 在末世即将有一个极邪恶的一个政权 他们也会有一个极邪恶的首领 他的名字叫做敌基督 他会攻击犹太人和基督徒 他会成为一个邪恶的首领 我们必须要站立来抵挡他 当神派摩西进入到埃及 摩西已经八十岁 他单独一个人 还有他的哥哥 我不知道他是否他身穿白衣 事实上我也不知道他是否身穿脚鞋 但是我知道他手中有一天上 他进来 单独一个人 单独挑战这个全世界以来 最邪恶的政权 最邪恶的首领 他就说神说容让我的百姓去 然后他们就耻笑他 他就把他丢出去 但是摩西站立抵挡那个政权 带着一个使徒的权柄 带着一个先知性的恩告 他带着一个神圣洁的权柄 那这个全世界最邪恶的一个政权 当摩西说话举起杖的时候 这个政权就垮台 如果你看到整本圣经 有许多敌基督的表征 但是在所有的这些表征之中 埃及的法律是最显著的 这个就是敌基督将要呈现的 是一个邪恶的王 来掌管全世界 想要谋杀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孩子们 来敬拜蛇 然后夺取全世界 这是否听起来很恐怖 那可能吗 但是如果我们拿起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 如果我们拿起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告 他如今呼召你和我站在亚伦和摩西的位置上 为了中国的基督徒 要来站立如同在埃及的埃及 来宣告神的国度 来宣告羔羊的宝血 要看到邪恶的势力垮台 然后再看见神在我们中间 大的荣耀和胜利 所以我今天要来就一些教导 之后我要来邀请你们到前面 我要来问你们是否愿意领受 这样的一个启示 和这样的恩告 和这样的权柄 和这样的圣洁 和这样的刚强 以至于以色列的百姓 就正如我们会有他们一样的勇敢 在末世的时候 所以让我们预备好来领受 首先我想你们得到的 就是要首先领受一个新鲜的启示 就是耶稣是谁 那我为了要向你们示范 我来拿这一个无啸饼 这一个无啸饼 那我太太和我住在全世界 唯一的 有明塞亚信徒的一个 合作社区里面 一个合作社区里面 合作公社里面 它就在耶路撒冷的市外 那你知道那条路在哪一条路上吗 那事实上这是去大马五岁的路上 对我们能够得到这一块地 实在是一个神迹 在这个地方 当耶稣复活之后 他就遇见了他的门徒 就两个门徒 他就开始跟他们谈论天国的事 但是这两个门徒却没有认出他 直到耶稣拿起饼来 他剥开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饼呢 那个饼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饼呢 是什么时候呢 那正是余夜节 就是这样的饼 当他剥开这饼 他们的眼睛得以打开 他们就说 哇 这就是你耶稣 就在那个时刻耶稣不见了 那为什么之前他们眼睛却认不出耶稣呢 请听 因为他们认识在复活之前的耶稣 在耶稣复活之后 虽然是同样的耶稣 他虽然看起来一样 但是他却一个不同的形式出现 虽然他们不能辨认出他 虽然他们爱他 已经相信了耶稣 请大家听 这是如今我对你们所说的 你们都需要一个更新的启示 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是谁 虽然是同样的耶稣 但是如今在一个不同的时刻 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功能 这是一个复活之前的耶稣 也有一个复活之后的耶稣 还有一个现在的耶稣 正在坐在天上 没有分别 但是我希望你们得以看见的 就是他会披戴另外一个角色 当他再来的时候 他必要率领天上的军队 他要再回来 来争战 来审判 他的眼中如同烈火 你是否能复认出他 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呢 我希望你与我一起 现在拨饼 我希望看见你们得到启示 因为耶稣现在 他不是受难之前的那个 受难之前门徒面前的那位耶稣 他甚至不是在 以马尔武生的路上的那位耶稣 他如今在天上 复活在天上 而且他有另外一个角色 下一次我们再见到他的时候 他不是骑在驴居上 他乃是骑在白马之上 他来不是要受死 乃是来向一切黑暗权势来挑战 他会把一切的邪恶从这个地球上 他在这个地球上要执政掌权 他会要死而复活 他会使这个国度设立 那他的首都在哪里呢 他的就是耶路撒冷 我们都不需要用这个眼光来看他 现在请大家看这个无效饼 那两个门徒有另外一个原因是 他们那时候不能辨认去耶稣 我不知道为什么神是如此工作 但是他就是这样给启示 当我们彼此相交的时候就领受启示 他不是希望单单我们读圣经就开始领受 他希望我们邀请耶稣进到他的家中 要一起进食 请你们听见我现在所说的 有一些事情是我看不起的 除非我与你一起相交 同时你有些时候你看不见耶稣 除非你与我们一同相交 因为不关乎你也不关乎我 乃是关乎我们一起 乃是关乎他在我们中间做主 在教会历史上 在中国没有一个教会直到这一代 而且是一个很大的教会 在以色列也没有这样一个教会 直到我们这一代才有以色列的教会 要不然我们以前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特会 因为你根本不存在 我也不存在 所以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启示 就是关乎耶稣的启示 那过往神隐藏 直到现在 因为是关乎华人的 也关乎以色列 让我们相信在这个礼拜里面 他会为我们剥饼 你会开始一个崭新的眼光来认识耶稣 同时我也会用一个崭新的眼光来认识耶稣 当我们一起的时候 我们要看见耶稣 就正如他即将要再来的日子 所以这是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 第二件我想给大家的 就是保血的能力 在那个之前我想分享说 同样有一个启示 是关乎犹太人跟阿拉伯人一起的时候 有关乎神的国 就是阿拉伯的信徒是没有办法看见 我们犹太信徒同时也没有办法看见 但是当我们一起 我们彼此相交 那神就见着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向我们显明 那你希望听到一件很奇妙的事吗 那唯一我们能够做成的 又就是因为你们华人信徒来为我们祷告 在我们犹太人跟阿拉伯人之间没有足够的 我们过往尝试努力要相交 那你知道犹太人跟阿拉伯人一聚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做什么就是吵架 但是当华人开始来为我们祷告 我们就开始彼此相复 然后耶稣的启示就在我们中间出现 所以耶稣的启示 就是在基中国的教会 也是在阿拉伯的教会 也是在弥赛阿信徒的教会里面 是在祂基督的身体里面 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崭新的眼光 来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 第二件事 保血的能力 神告诉摩西 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 把羊的血涂在门里上 涂在门的左边 还有门的右边 想一想 保血在门里上 还有在门的左右 上 左右 保血在上 再左 再右 他说这个血会成为你们的一个标记 到底羔羊的血里面有能够 什么样的能力呢 在这个逾越节里面 乃是一个标记 标志乃是指向某处 在这个标志里面是有能力的 这就会发生 你或者在这个保血之下 或者不在保血之下 那凡不在保血之下 都会死亡 那凡在保血之下 都会得救 不在乎 你是华人 从台湾来 香港来 根本没有关系 唯一的不同就是在 保血的里面 也不在乎你是男是女 也不关乎你是阿拉伯人 犹太人 只在乎你是否在保血之下 然后耶稣来到 他说余月节的血 你们知道是一个标志 他就说这才是真正的血 我的血 是真的血 他就说余月节的血 乃是指向这 如今你们可以领受我的血 你们就会有战胜死亡的能力 战胜阶离的能力 战胜邪力的能力 战胜罪恶的权力 来领受这血 是否在耶稣基督里的血 真有能力呢 不是在那个血中 那你知道曾经有士兵 摸了耶稣流出来的血 他们并没有因此得救 在希伯来书第九章 十四节 他说主耶稣乃是在灵里献上他的血 不是一个肉身的血 乃是灵里的能力 就是耶稣将自己的性命摆上 他的灵 他的魂 他的身体 他的宝血 他的爱 当他为了我们牺牲自己 这就是真正能力的来源 今日你和我同样拥有这个能力 你可以在这个宝血之下 你也可以得救 所有罪的权势 撒但的权势 但是我相信 还有另一个能力 在宝血之中有这个能力 就是为你我的缘故 为了末世的缘故 赐予这个宝血 一个更大的意义 让我们一起来读 启示录第十二章 弟兄胜过他就是撒但 是因羔羊的血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 也不爱惜性命 所以这是宝血的另外一层意义 是为了你我的缘故 为了末世的缘故 不单单是来传扬耶稣基督的宝血 而是带着耶稣基督的形象 到了一个地步 我们愿意舍下自己的性命 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能够来支持 就是来支持 在中国和阿拉伯信徒的宝血 在以色列 当这一切汇聚在一起 我们就会把撒但 从天上摔下来 在过往这还没有发生 这就是末世的那余月节的意义 就是当他们把血涂在门边 来表明耶稣的受死 那我们身为神的百姓 在末世的时候站立 来挑战撒但的权势 来宣告神的国度 成为基督的教会 就是把撒但的权势摔下去 就是把耶稣基督的国度带到地上 这就是这个宝血的能力还没有发生的 如今 另外我想要给大家的一个 在这些末世的事件中 你必身处其中 但是你却会被得保护 以色列的百姓 在这个灾难之中 他们那时候仍然身处埃及 站在他们身上 却有一个超自然的保护 以至于那些灾害不能临到他们 所以在末后大灾难的时候 神的旨意不是要把你从地上挪开 但是也不是神的旨意 让你在其中受害 但是神要使你如同哥山地 以至于你们会蒙神的保护 你们会为神的国度来释放进的 甚至在一切的大灾难之中 耶稣告诉我们说 不要惧怕 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 但我已经胜过了这世界 所以你们要喜乐 因为你们虽然身处灾难 但你们却在其中大的圣灾 但是因着 借着圣灵的能力 我与你们同在 也在你们身上 为什么我们今日在这里 有三个原因 使那些无辜的人得以拯救 因为在末世的时候 会有一个极大的收割 是历史前所未见的 甚至在中国 你可能看一个上亿的人来得救 那什么时候他们得救呢 就是在大灾难之中 那你要知道 全球都即将陷入一个大灾难 但同时我们会看到 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收割 耶稣告诉我们说 最大的收割乃是在末世 我们已经进入 即将进入那个时刻里 神的灵在告诉我们说 告诉中国的信徒说 为什么人经过了许多的苦难 也为什么在苦难之中 你们经历了极大的复兴 就是来释放一个信息 给全球的教会 就是在末世领导 末世 有许多的灾难 我们会激 但是我们会经历 最大的神迹 最大的复兴 最大的得救 没有人可以如此说 除了你们 就是中国的教会 要举起这样的军旗 要告诉全世界 其他的教会说 当灾难领导 那历史上最大的复兴 最大的收割也即将领导 唯有你们能说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在那段时间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受解释 就是为了基督的圣徒 就是基督的圣徒 站起来抵挡邪恶 他们的信心得以坚固 最后 我们要来说出神的审判 对一个邪恶的世代 说出神的审判 神并没有把审判 带给埃及 直到摩西先告诉了他们 神不会释放这样的审判 除非神的百姓先说出来 所以这是为什么 在末世我们即将经历 许多的困难 来警告那些坏人 来洁净那些圣徒 来拯救那些无辜者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信息 我们必须要重新得证 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我们的公义 我们的圣洁 我们的公义 我们必须要成为 如同摩西和亚伦一般的百姓 让我先容许 先结束这一段 所以现在我想要给大家的 就是圣灵的风迹 就是在末世的时候 印着圣灵的印记 你们会得以保护 这是否是在圣经里面 是的 Revelation chapter 7 verse 3 Let's look at that We're not just teaching about this We're going to do this in another few minutes 我们不只是单单教导这些 我们等一下要开始领受 启示录第七章第三节 地和海并树木 你们不可伤害 等我们印了我们 神众仆人的鹅 神在这里说 就是身为神的百姓 我们每人都必领受圣灵的印记 就会使我们免受一切的灾害 神会派遣使者 是试下能力 祂会将圣灵的印记赐给我们 以至于我们不受灾害 我们哪会像戈山地的百姓一样 也许在我们四围黑暗环绕 但我们却得光 千人在我们右边扶导 外人在我们右边扶导 但是这个灾难却并不领导我们 这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信息 神并不会将 神不会把这个赐给我们 直到我们准备好 直到我们预备好自己 教会必须要预备好自己 要与以色列同战力 就是在末后 末世一切的世界之中 这一切会带出耶稣基督的再来 那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有圣灵能力的印记 今天晚上我要为大家祷告 以至于我们能够领受耶稣基督的启示 我们要领受在末世他宝血的能力 同时领受圣灵的印记 另外两件我想给大家的 当摩西进入埃及 他带着权柄 他的权柄是大过埃及一切术士的权柄 摩西不在这里 他也不会再回来 他已经结束了他的任务 但他身上所带的权柄 却赐给了你和我 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名所赐给我们的 也借着神的话语 让容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发生了什么事 当摩西举起他的杖 只向红海 发生了什么事 谁可以告诉我们 红海分开 是否是真的呢 你们只对了一半 你们只对了一半 为什么只对了一半呢 因为他升了杖两次 第一次发生什么事 他打开了海 第二次发生什么事呢 海水再次会合 把一切埃及的追兵都湮灭了 如今摩西的仗也在这里 为了你我的缘故 摩西带着权柄走进去 站着敌基督的法老面前 神却没有做任何事 直到摩西发话 所以神说我不会只进去 我要把你胜利在法老面前 你要来释放言语 你将要举起你的杖 当我有你举杖的时候 我就要释放神经 我要释放审判 我要释放我的能力 因为我与你立了云梦 我要等候你的权柄 知道你释放权柄 我才会来行动 你是否听见 谁今天要拿起这样一个权柄 摩西不会再回来 但神在末世的时候 要将这个权柄赐给你我 你记得在埃及的时候 发生什么样事吗 发生十件 有十次的审判 灾难 灾难 这个字是从哪里来的呢 那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新约里这不是一件新事 他说正如在埃及的灾难 他说末世的 狄基督就正如埃及的法老一样 我要向狄基督施情审判 正如我审判埃及的法老一样 在末世的时候 在地上将有大灾难 就正如埃及遭受十灾一样 那这些灾难才是最后会发生的事 就是当神最后 以及大拯救发生之前的 在末世我们也会看见 许多的灾难和审判 就是在最后最大拯救之前 即将会发生的事 第一次是出埃及 第二次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但在我们这一代 我们会经历一次出埃及 一次拯救 就是我们会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我们会看到耶稣从天向下 带着天上的天使天军 来面对挑战一切邪恶的权势 要毁掉撒旦一切的权势 要败坏一切敌基督的权势 要使死人复活 要上立祂的国度在地上 这是更大的能力 比出埃及时的能力还要更大 这是更大的能力 比耶稣基督复活更大 就是神的国度即将降临在地上 你知道为什么还没有发生吗 因为他们需要一亿的中国信徒为此来祷告 才会发生 要不然你们在这里干嘛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领受圣灵为一封印记 不单单是你坐在这里 乃是我们要像摩西 我们要来说出神的审判 我们要开始发预言 我们要在这一带举起摩西的杖 我们要在圣民的保护之下 我们会告诉撒旦说 你的国度即将结束了 你知道大部分的基督徒想到末世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吗 他们就想到敌基督 可是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 我们有一个基督 这个基督 是原人比敌基督更为有能力的 我们不需要害怕 他哪要害怕 如果你告诉大部分的基督徒 你知道在末世的时候会有一个印记 对啊 就是那兽的印记 真的 但是我告诉你有另外一个印记 就是圣灵的印记 更有能力 是圣灵的印记 是圆人比兽的印记更有能力 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逃跑人物 我们在这里来宣告神的国度 那第一基督徒的国度就在我们的脚下来混碎 撒旦的国度要在我们的脚下被粉碎 我们必须要知道耶稣是谁 我们必须要知道主耶稣基督宝血的能力 我们必须要领受圣灵的印记 我们要知道在末世时候 使徒的那个权柄是什么 就是今天晚上要邀请大家进入的 最后一件 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三节 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 传到一千两百六十天 第四节他们就是那两颗橄榄树 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之后神就说他要赐给他们能力 赐给他们权柄 要给他们权柄 能够来使灾难停止 或者来向下灾害或停止灾害 使水变血 这就是摩西的形象 同时他也赐给他们能力 把火从天上降下 这就是以利亚的形象 摩西是一个标志 就是在末世使徒前品的标志 但以利亚 是一个标志 就是在末世先知恩高的一个标志 他们中间是有不同的 就是使徒的权柄 和先知的恩高是有分别的 我们手上有摩西的帐 同时也有以利亚的袍 我们有以利亚的权柄 我们有以利亚的使徒的权柄 还有先知的恩高 你知道在余月节的这一个晚上 他们在吃饭的时候 他们就会打开门 他们就会说 以利亚我们欢迎你回来 你知道我说什么吗 他不会回来的 那犹太人不应该要等候以利亚再回来 那同时基督徒也不应该等候摩西回来 但主要来叫我们来拿起 摩西和以利亚的权柄和二高 这是关乎两颗权柄 就是你和我 这关乎两个灯台 这是关乎以色列和教会 这是以色列和教会双双要兴起 就站在他们使徒权柄的位分上 还有先知恩高的位分上 那我们要走进其中 开始发预言 开始来宣讲神佛度的道 那枕后耶稣经文再来 摩西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 以利亚也完成了他的责任 世行约翰也结束了他的任务 彼得也做完了他的工作 保罗同时 如今是你和我的时间 不要再避免逃避了 你没有办法离开 别的人也不会来 那是为了你和我的任务 就是中国的教会 就是阿拉伯的教会 还有以色列的教会 还有美国的教会 非洲和欧洲的教会 要来兴起 带着使徒的权柄 同时带着先知性的恩高兴起 我们来宣扬神佛的道理 以至于把仇敌的权势 拉下 然后借着 至于耶稣经文的宝血 借着我们所见证的道 你的见证 不是摩西的见证 不是以利亚的见证 不是施洗约翰的见证 不是彼得 不是约翰 乃是你的 你的见证 哈利路呀 好不好让我们一起站起来 如今我想要做的 我讲了五件事 不知道是否你们全部都收到了 这我们刚刚讲了五件事 我们讲到说 对于主耶稣基督 一个新鲜的启示 就好像那个 以马伍斯路上的 那两个门一样 那耶稣不是两千年前 这个耶稣是与两千年前 一样的耶稣 但是他如今即将再回来 带着一个不同的功能 我希望你们领受一个 新鲜的启示 认识耶稣基督是谁 他会在末世做些什么 这是第一个 首先我们需要得到的 就是对耶稣基督的启示 第二个 就是宝血的能力 这比那个 在月节羔羊的能力更大 甚至比耶稣在石架上的能力更大 就是主耶稣基督 宝血的能力 为了整个基督身体 教会的缘故 在末世的时候 能够得以占领 第三件我希望你们得着的 就是这个印记 圣灵的印记 能够在末世的时候保护你 甚至这个印记 比瘦的印记更为有能力 圣灵的印记 虽然有千人在我右边辅导 万人在我右边辅导 但是我们却活在一个 个人的高阔上 虽然四面黑暗 但是却不能触摸我们 第四件我希望为你们祷告的 就是一个使徒的权柄 在摩西的帐上 我们 身为末世基督的圣灵 我们必须要拿起 这样的一个权柄 超越摩西的 超越彼得和保罗的 他们会在天上为我们加油 他们会说加油拿起来 第五件事 就是以利亚先知的恩宗 在末世的时候发预言 我们对耶稣新鲜的启示 宝血的能力 圣灵的印记 使徒的权柄 先知的恩宗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讲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